带上你的爱要去新疆 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喀什古城啊上面 只过呢我们这在北半部分 这边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观景台 在我身后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台名区啊 以及这个摩天轮还有呃喀什古城的大门啊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房房房的那个城墙啊 我们要接着从这边一直往那个方向走 也就是说我们的正北方啊往那方向走 那么我们最后呢就开始从这往开始那边走 啊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仿城墙边上呢 全是这个彩色的番茄啊 还有这边的商铺你可以看到都是很现代化的一些商铺啊 里边的什么旅馆也有喝茶的地方 清巴也有 而且呢卖宝石卖手艺手艺品的都有 走吧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上楼梯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古城的观景台 是古城最高的一个踩景的地方啊 在这下面呢是一个呃 摆了个展区啊 他们就是卖一些手工艺品的 而且这个城墙边呢还有一些土桃 土桃罐 柴柳罐啊 柳罐这些的 走上去看看古城的风景啊 而且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是特别的 古城是特别亮的 我在上来以后呢 我除了看了我左手边的一些现代建筑 然后右手边就是古城 呃看不到全景 只能被这起房子把我视线挡住了 从这个边边上绕过去啊 这边应该可以环绕啊 然后这个房子呢是空旷的 啥也没有 我们在这北边啊 就正儿八经的看到这个 古城的房屋呢是 蹭蹭不齐 高矮不平的 而且呢都是依靠着这个坡 依靠着这个土坡来建成的 我们明显可以看不到啊 哦 好了我们呢 就从这个地方呢 往这个 古城的北边去 然后到那里边去 这地方 走吧 咖式歌儿 咖式歌儿名字像海外 咖式歌儿新民主 昆仑天酒 梦幻之族 嘿 咖式 哎 朋友请你到咖式歌儿来 再算整整到新疆来 这里的美景哪都没有 现在我带你走一走 像飞翔的蝴蝶飞 小巷里面白天所非常安静 也就是过往的游客在这里面走 然后就是一些小孩的 习打吵道之声 而且呢 你看他们的这个窗户 只需要一个采光的作用 在其他作用没有 就这么大一点 然后它上面的那些阁楼啊 就用那种木质的把它直接盖住 我们这时候就遇到的这样的死胡同 砖是横着的 这样横着的 它就走不过去了 这就说明这是别人家了 就过不去了 我现在又走了一个小段 上了一个坡 现在开始下坡了 我们从那边的小下面绕绕绕绕 就绕着这边到一个一所学校门口了 没想到 虽然说错综复杂 啊 这个小劲儿的 但是跟着咱这个陆路通走 我就是陆路通 跟着我走 就直接就走出来了 你知道吗 走到这边的一个夜市上 完了我们现在不去夜市 再往这边走 再往这北标走 说不定就是跑那个北标那个入口那儿了 好了 我们绕到这边来 你们就说我到哪了 看不见 刚刚我前面在那边那个塔楼呢 现在呢 我到这地方了 而我现在脚下面呢 那边指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实地公园了 他们的实地公园 而我的左边呢 就是一个建筑塔了 刚来战区 我还是真是路通了 给自己起的名字还不错啊 没有迷路 而且呢 还有意外的收获 再一个 这样左绕右绕 左绕右绕 竟然绕出来了 还不错 好了 这一期呢 我们就是带大家转一下这个北标的小巷子 好 下期节目再见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遇见西安门的 继续支持西安胖子哥 带你了解 在这边是青江 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疆胖子哥 大家好 我是宋米丁